我一打起来你老婆过来的 我都给这么想你老婆是警察他们打电话 我一人跟我生活这十年哈 他从来不过来的 那个地方特别隐蔽啊 就是我们报了警我们去了那个地方 有的人在上面看 都说有的时候是尸体 有的时候是个尸体 有的时候是都说不是 老汉在水景中 一口水 却发现有意味 原来水中竟然泡着一具腐烂尸体 在中国河北省河北平山县的百树中村 在2012年5月的一个夏日午后 村民老张在耕作时感到口渴 却发现水平一空 极度口渴的他突然想起 田边有一个大井 干旱季节他常从此井取水灌溉作物 尽管井水浑浊并带有黄色 但老张并未过多在意 井山且四周围一石块 防止土壤侵蚀 通往井的路径由矩形世界组成 针入地下方便人们下去去水 当老张拿着水平岩石机下去摇水时 却在饮用后受到了一股刺鼻的意味 他的视线与水面向一个物体撞击 那物体在浑黄的水中隐约可见 距离老张约8米难以辨认 仔细观察后 他注意到那不明物体的一部分 似乎是一只苍白的人手 此时老张十分慌张 能迅速扔掉水平 冲上井台 拨打警方电话报告此事 被警方接警后赶到现场 老张向警员复述了经过 并表示不确定谁紧张的物体 是一具尸体 还是有人故意投入的鬼影物品 明明警官脱下制服下井 查看那可疑物体 很快向同时确认 他确实是一具严重腐烂的尸体 警方随后用木板制作了一个临时平台 放在井口 他们将绳索固定在平台的四角 逐渐将尸体从井中提起 警方鉴定出 尸体为一名成年女性 被紧紧绑在一块 约一百斤重的大石头上 目的是防止尸体浮到水面 投入到井的位置 与百树装村的接近性 警方怀疑 在7个月前 一名女性在该村失踪 其家人曾报案 但为找到她 很可能这名女性遇害后 举尸体被丢弃在井底 警方立即通知了7个月前报尸的相关人员 但这两人识别尸体时 他们迅速认出受害者所穿的衣物 是他们亲人的 但表示尸体看起来 与记忆中的不同 虎边认为 这可能是一种心理防御反应 愿相信亲人竟被抛弃在井底 由于长时间浸扣在水中 尸体的皮肤在多处完全脱落 手掌和脚固皮肤呈现出脱落险性 横潮 水下尸体的骨骼化过程 约需一至两个月 法医确定 军名受害者大约7个月前被谋杀 并丢进井中 被尸体仍相对较好的保存 颈部甚至还可见到深压汗 表明肌肉、血管和甲状腺受到损害 法医确定死因为机械性窒息 即通过勒窒息之死 那么为何尸体在7个月后仍然相对良好的保存呢? 事实上受害者在冬天遇害 那时温度持续低温 使得水体结冰 因此尸体都会像我们在冰箱冷冻时 保存肉类一样被保存 直到3月 随着气温缓慢回升 新的冰层开始融化 而在如此低温下 尸体的腐败进程被显著放缓 这便是为何经过超过7个月后受害者的遗体 仍保持着相对良好的状态 失踪者的家人 虽不确定这具尸体是否为他们的亲人 但随后的DNA测试确认 警中发现的死者正是36岁的尹安平 他的失踪案发生在7个月前 如今却演变成了一桩凶杀案 让我们先回到2011年9月 看看警方掌握了哪些信息 以及他们对这起失踪案进行了怎样的调查 2011年9月25日早上 尹安平的姐姐接到尹安平丈夫 掌声奎的电话 她说联系不上妻子 并请她前往家中看看发生了什么事 那时36岁的尹安平在百树中村 被认为是一位美丽的女性 赵承奎是她的第三任丈夫 由于尹安平没有工作 而赵承奎在遥远的陕西煤矿工作 他们一年只能见几次面 尽管距离遥远 但他们的关系一直很亲密 赵承奎经常通过电话与妻子沟通 谈论村里的生活和在煤矿的工作经历 她每月都会寄钱回家 并始终提醒妻子要照顾好自己 不要太节俭 似乎都没什么事发生 直到9月25日 尽管赵承奎给尹安平打了无数电话 却始终联系不上她 提出赵承奎以为尹安平的手机没电关机了 最后她中下充一下电 所以并未太过在意 然而第二天无论赵承奎打了多少次电话 尹安平的手机仍然没有回应 这种前所未有的情况 让赵承奎感到事情不对价 她联系了邻居 请他们去家里看看发生了什么 邻居告诉赵承奎 前一天晚上她看到尹安平坐在屋前捡菜 但当她当时去尹安平家时 门紧紧关闭了 她在外面呼唤尹安平 但没人回答 赵承奎打电话给她的母亲 让她去家里查看 当她母亲到达时发现尹安平并不在家 她平时经常被的黑色手带人挂在屋内的挂钩上 是尹安平最喜欢的包 也是她家中最有价值的物品 赵承奎的母亲回言话告诉儿子 得知尹安平不在家并且联系不上后 赵承奎变得非常担心 决定请几天家买火车票回家看看 陈安平姐姐听到妹妹失踪的消息后想立即报警 但赵承奎阻止了她并建议先在村里搜索 因此赵承奎的家人和尹安平的家人 连同整个村子找了五天但没有找到她 此时尹安平的姐姐再也无法忍受焦虑 不顾赵承奎的反对打电话报了警 当警察到达赵承奎家时 他们在床栏上发现了血迹 就在那几天他们忙于寻找尹安平时 赵承奎一直在家 她洗了床单被罩、枕掏甚至打扫了房间 赵承奎的行为无疑毁诈了她家里所有重要的证据 由于这个血迹尹安平可能遭遇了不幸 那么为什么赵承奎要清理她自己家中所有重要的证据 为什么她一直阻止尹安平的姐姐报警 由于这些因素赵承奎成为了案件的主要嫌疑人 当警方问赵承奎为什么她妻子失踪五天 却没有报警 为什么要阻止妻子的家人报失踪是赵承奎变得犹豫 无法提供解释 因此警方集中调查和审讯她 就如之前所说的赵承奎是尹安平的第三任丈夫 两人已结婚多年但未有孩子 赵承奎与尹安平关系很好 她非常关心妻子 他们俩都没有生育问题 但是尹安平主动计划不要孩子 在她的前两段婚姻中 她分别被每位丈夫生了一个儿子和一个女儿 但尹安平不想与赵承奎生孩子 因为他们的生活条件太差了 她认为丈夫的工作只是体力勇动 收入不足以提供舒适的生活 在这个年代生活在一个黑暗狭小的房子里 忍受着酷热和大雨 争孩子只会给孩子带来苦难 因此尹安平决定不再生孩子 尽管赵承奎一直希望成为父亲 却更加努力工作寄钱回家 希望改变尹安平的想法 但一直还是没有改变 警方怀疑夫妻俩可能因为是否要孩子的问题 发生了争吵 在争吵中赵承奎无意中杀死了尹安平 然而在尹安平失踪的时候 赵承奎正在陕西的一个煤矿工作 他多次给妻子打电话 但联系不上他 于是他请求邻居母亲和妹夫去看看 当确认尹安平不在家后 赵承奎立刻购买了最早的火车票 返回了家乡 黑矿的同事们也证实 赵承奎在9月24日和25日早上都在工作 很明显他在24日当晚并未出现在百树庄村 然而如果赵承奎不是凶手 为何他阻止妻子报警并清理了房间里 占有血迹的床单 在警方的审讯下 赵承奎终于透露了他不报警的原因 原来在9月20日的晚上 赵承奎接到了同村兄弟张忠良的电话 电话中张忠良告诉赵承奎 如果他不回村里照顾好妻子 他最终会离开的跟别人走 报承奎认为张忠良在胡说八道 因为他知道张忠良的为人是怎么样的 因此赵承奎骂了张忠良一顿 立刻挂短的电话 在听到张忠良的话后 他试图给妻子打电话 但联系不上 带着这次事件的记忆 当赵承奎回到百树庄村 发现妻子失踪后 他想到了张忠良的电话 认为妻子不忠可能已经和别人私奔了 由于和妻子结婚多年未遇 作为家中唯一的儿子 赵承奎在家中内部面临尴尬的问题 如果这件事被调查 临在村里传开 他会羞愈见人 这就是赵承奎不想报警的原因 他也不愿解释清理房间的事情 然而在警方的强烈质问下 赵承奎提供了解释 他说妻子年轻时非常漂亮 已经有过两次婚姻 给他前两人丈夫相比 自己的家庭境况更差 所以他一直感到不安 担心妻子无法忍受贫穷的生活 最终会离开他 有时尹安平也提出过分手 但赵承奎总是答应会尽量多挣钱 不让他受苦 他以为妻子不想让自己再找他 因此他认为是尹安平 故意制造了一个带有血的假犯罪现场 使其看起来像是遭遇了意外 在这挫败感 失望和对所爱之人 失去信任的情绪 赵承奎清理了他认为是妻子制造的假犯罪现场的房间 然而警方后来发现了尹安平的身份证 如果他真的和别人一起跑了 他会带走身份证的 因为这是购买火车票或工作的中央证明 很明显尹安平并没有离开 床上剩下的血迹被测试确认是尹安平的血迹 此时赵承奎开始相信妻子已遇害 但他已经抹去了所有证据 在报警之前他破坏了犯罪现场 使得对物理证据和痕迹的调查变得非常困难 警方也想到了那个打电话给赵承奎的张忠良 他一定知道些什么 丹安平的失踪正好是在告知受害者丈夫后发生 如果说这是巧合似乎不太可能 警方试图在百树中村找到张忠良 但发现他已不在村里 当警方拨打张忠良的电话时 他说跟着妻子和孩子回了妻子的家乡广西 当警方问及他给赵承奎打电话一时时 张忠良说他喝多了 根本不记得自己说了什么 他也不记得自己是怎么给赵承奎打电话的 即使他确实打了电话 他也只是在酒精失控下胡言乱语 警方想了解更多关于案件的信息 所以他们要求张忠良回来协助调查 然而张忠良说他妻子现在病得很重 需要在身边照顾为有拒绝了 尽管警方在村里进行了彻底的搜查 但仍没有找到关于丹安平的进一步线索 就于没有发现尸体也没有任何线索 案件被归为失踪人口报告 7个月来没有任何进展 直到2012年尸体被发现 案件的这一进展以及井的神秘位置 它不像我们所知的常规井里一样 建在地面之上 而是完全平坦 只有石头挡土墙或是内侧滑坡 相对来说非常隐秘 这表明肇事者将隐安全的尸体扔进了井里 极有可能是村里的某个人 纳通奇怪的电话 而且张忠良在调查期间不愿意配合 这些信息表明张忠良有很大嫌疑 而调查带来新的方向 警察于是分开两组 一组留在百树庄村向居民收集信息 另一组去广西寻找关于张忠良的线索 在广西警方资料中找到张忠良妻子家的地址 最终他们在张忠良妻子的家中找到了张忠良 与此同时另一组警察搜查了张忠良的老家 并在仓库里发现了一群绳索 这种绳索与绑珠受害者将尸体扔进井中所用的绳索完全相符 通过比较这群绳索的切割痕迹和仓库里剩余的绳索 警方发现他们完全吻合 包括长度和对脚线的切割 由此证据可以清楚地看出张忠良极有可能是凶手 记住张忠良试图否认参与尹安平的死亡 然而当警方告诉他绳索被发现时 张忠良再也不能否认并说出了案发的经过 这必须从张忠良案发生前纪念开始讲起 当时张忠良和尹安平开始约会 而2011年初以来尹安平一直独自生活在百树庄村 另一位丈夫经常因工作而留在外上 尹安平一个人居住在百树庄村 张忠良在村里当一名按摩师收入微博 而尹安平是一位颇具吸引力的女性 常常得到许多男人的关注 就许是巧合或许是有意为之 尹安平经常请张忠良按摩他的腰部 几周按摩之后两个人开始了迷你恋情 9月24日那天张忠良去尹安平家找他 但当他来到门口时 听到尹安平正坐在床上 与其他人通电话 尹安平的语气甜美 明显流落出关怀之情 张忠良却信尹安平通话的对象绝非其丈夫 张忠良愤怒至极 一股欲望涌上心头 于是立即打电话告诉赵承奎 尹安平即将和别的男人私奔 然而赵承奎不仅不信 还对张忠良大加持责 愤怒之下的张忠良 挂掉电话 冲进房间 质问尹安平 突乎意料的是 尹安平嘲笑张忠良 争承自己同时与八个男人保持关系 他只不过是众多男人中的一个 尹安平还表示 张忠良高估了自己 没有权力控制他 他不过是个备胎 张忠良 激愤之下 要求尹安平断绝于其他男人的关系 但尹安平拒绝了 便在他疯狂的状态下 嘲笑他 在发现情人的不忠和被侮辱后 张忠良攻击了尹安平 在搏斗中 两人从床上摔到底上 尹安平试图逃跑 但张忠良将他拖回 并将他的头猛撞到床柱上 在生死斗争中 鲜血渗入了床垫 尹安平的反抗越激烈 张忠良正越发疯狂且无情 他将膝盖压在受害者的腹部 并掐着他的脖子 造成了肋骨顿裂和内脏损伤 发在尹安平后 张忠良考虑如何处理尸体 将尹安平的遗体 带到了百树庄村 东部的一个大井边 用石头绑住尸体 并扔入井中 他选择这个地点来隐藏尸体 因为他相信 十月份气温下降到临下时 那里的水会完全结冰 当水结冰 且严冬来临时 井边的地区会荒无人言 因此这里就是最佳的气势地点 后来张忠良 回想起与受害者丈夫的对话 他声称 尹安平会因为外遇而离开 于是他偷偷返回犯罪现场 将受害者的手机 扔进了村里的一个废弃区域 警方后来根据张忠良的指引 找到了受害者的手机 进一步明确了案情 所有事情解决后 张忠良安排带着妻子和孩子 离开村子前往广西 在警方的审讯中 张忠良故事的坚称 如果尹安平没有被砍他 自己就不会杀了他 最终在2012年底 张忠良被判处死刑 在这个案件中 造成奎远在陕西工作 为了给妻子提供更好的生活 但他的妻子 在家中却卷入了婚脉 最终被杀害 而他也胆辞其咎 因为对张忠良奇怪电话的猜测 以及妻子的失踪 他担心如果警方调查 并发现他和妻子没有孩子 被感到非常尴尬 因此忽视了许多 关于妻子安全的警告信号 比如房间里的血迹 和他的个人物品 庇固在家中 这阻止了警方当时继续调查 因此在尹安平失踪7个月后 才发现了额外的线索 尹安平可能是一个享受平静生活的人 因为他没有年幼的孩子 需要担心 尽管他处于工作年龄 尹安平并不想与丈夫一起工作 而是选择待在家里等他寄下回家 和抱怨生活艰难 但从未努力赚钱 在空闲时间 他与多个男人发生了不正当的关系 这导致了心碎的结果 在整个事件中 张忠良始终是自己为受害者 被情人背叛 这激发了他的愤怒 并最终导致了谋杀 张忠良拒绝承认核心问题 其实他也背叛了自己的妻子 那些与已婚女性发生 婚外恋的人 不会有任何好结果 因为这样的关系 从根本上就是有曲线的 当基础已经受损时 不可能期待有好的结果 就像根基腐烂的树木 不可能结出甜美的果实一样 你还不得了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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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